字幕 by 字幕 李宗盛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好了 so 现在我们就要起床了 我就是帮我的拖鞋 可是我是没有把它放好 OK 我就推开 新的一天又到來啦 嗨,Molly 嗨,Molly Molly,Molly OK,OK,OK OK OK,I switch off the light first I switch off the light first IUNOFF 就是愛豆 這個也是很 看到嗎? 但是這個也是很... 一下子就叫什麼 我講你啊 我講你啊 你啊 我講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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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慢慢 這邊哦 它的那個 它的這邊哦 沒有橫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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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這個門 但是它沒有橫子的 你們看到嗎? 所以非常危險 而且那個馬路就是在旁邊 所以我不放心 所以我還是 但是我會願意帶它跑 因為這邊畢竟哦 這邊是沒有橫子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 這邊是沒有橫子的 所以呢 我就覺得不是很安全 萬一狗走出去哦 就麻煩了 哥哥 等一會 等一會 他又要叫我去大便了 他叫我去大便 到你大便了 到你大便 我剛才帶了你 到你大便 等一會兒 等一會兒 我不想去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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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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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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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我和豆果的生活的这个 日记里的一些小故事 有人问我关于这个Campbell Life 这个Campbell Life其实是过得怎么样这样子 然后我首先跟大家说我并没有选择Campbell的 首先没有选择Campbell就是因为我在我的生活的 我要给你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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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给你一招 哈哈哈哈 我要给你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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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为自从上次我是我在2020 2013或者2014的时候呢 我就是把 我就那时候我有工作 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年纪 那个2013就是 我好像是50岁之前 我就有住在一间房间 然后我就那时候我有工作 就是也不输很多钱了 就是每个月收入也不是很多 所以呢 但是我觉得我很孤独很孤单 然后我就去买了这支Rottweiler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正种还是不正种 你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种 你看它是不是正种 所以呢 我就是买了 上次我买的是2000块 没有那个没有出生子 如果有出生子呢 它就要3000块 所以我就没有讲要有出生子 所以我就就是这样子买回来 就as a companion就是啦 所以呢 我养她的时候 我就从小就开始养 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她 然后 我就train她 我自己train她 我自己train她 我train她 那时候我也不懂得什么training 我全部都是在YouTube学习啦 看了一些 我可以学习的我就学习了 所以呢 到那个时候 她慢慢长大 然后过了五年 我觉得她也长大了 她这支是在apartment里面长大的 那时候没有人家complain我 我不是养她咯 她小子的时候她蛮进化的 ok 然后呢 她大了之后我就觉得空间比较小 然后我又觉得好像 呃 我又觉得 呃 这个apartment 不是很方便 然后我又觉得那个apartment的那个 租金 也是有点贵 800块 所以 我有一阵子呢 financial不是很好 所以 我就觉得 我再也不能够 我付不起这个租金咯 啊 好了我去搬那个乡村 乡村里面的屋子也是蛮贵的 那时候 也是蛮贵 然后就 住了一年 也不可以 所以 我就停止了 然后 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就没有钱 so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 住在我的车里面 这个就是我看到西方国家 哦 一开始有人住在车啊 这样子 也可以过 哦 也可以过身过 所以呢 我就 不妨试一次啦 我觉得如果是失败的话 不能够的话 我就 呃 想办法啦 所以 我就 带着我的这个Doggo 啊 一起搬上车 之前我的车不是ban 哦 是一个MPV 啊 Multipurpose 啊 Multipurpose Vehicle 所以 那家时候 那个是Avanza 所以 我觉得 Avanza 我们在里面住 那时候 我也没办法啦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只有一家MPV 啊 就是一生中我只有买到一架车 我也没买到物质 什么都没有 所以 因为我赚钱也不是很多 可是 能够赚的 能够过火就好了 啊 还有的吃 我有的吃就好了 所以 我就 呃 搬上车 Avanza 住了 有两年 哦 两年 然后呢 呃 尤其又来 Covid-19来 吼 我 那时候还有做一些 补习 因为我都是教 音乐啊 我上门 我上门是教音乐的 然后我就把它留在车 呃 可是我也不是讲 那时候很热的 那时候有天气啦 我也是看见车 因为 我也很担心看车 留在车 那时候我记得 我有一次上去那个 人家的家 小课的时候 吼 我的车停在外面 然后 呃 窗口我就开一点 然后我打开冷气 啊 太冷气 差不多 半个小时 一小时 这样子 我就上完课啦 然后我就出来了 他是在车里面等我 然后我没办法 啊 那时候我还有一个 没想到一个 能够停下来的 地方 然后可以 可以放它 或者怎么样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呃 我就 觉得这个日子 还不错啦 还可以 对 我就是不秩序啦 因为为了要 要有 呃 找到一些的生活费吧 所以我就 正式工作 然后 能够能够赚的 到人家家里 教教教教 教音乐啊 啊 绘画啊 这样子的 我都有教 然后呢 然后那个疫情过来咯 然后 我全部的东西都没有了 所以那时候呢 我真的是 我跟他 跟他两个人 我们工作很惨 我们没有什么 钱 然后 就是 就是 吃 都要很省咯 啊 甚至有时候我买那个 鸡肉啊 我不干净吃 我给他吃 我 我 那时候我也没有钱 买煤气哦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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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没有什么钱 所以我用木 我用柴 我用柴 烧饭啊 烧菜啊 船木啊 我都是用那个柴 然后呢 我就 就觉得他 就觉得他有得吃啦 就觉得他有得吃啦 我觉得 他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啦 啊 所以 因为由他 我就觉得 我活得有意思啦 因为 有做伴啦 然后呢 我就给他吃 好的 也不是说很好 因为我 心机方面 也不是很理想 但是 最好他能够吃到 对他 比较好的啦 啊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 比较 呃 我快 我可以吃方便面啊 美鸡蜜啊 我可以吃面包啊 这样子 然后呢 他呢 我就要给他吃饭 要有 呃 狗粮啊 口的罐头啊 之类啊 或者是 鸡肉啊 我买到 新鲜的鸡肉啊 那么我就 包餐给他啦 然后加点蔬菜 然后我就是 比如说 我是跟他 食物的 所以我每次一煮 还有有鸡汤 呃 有 蔬菜的之类 哦 我就包饭 然后 我就 煮这个饭 然后我就分 我就自己拿一点点 然后 他就吃别的啦 所以呢 所以我也不想 我想 我也希望 哦 他能够活得久一点 因为他 毕竟 现在他已经是有 呃 八 八九年左右了 我养他已经有八九年了 所以呢 他就是我唯一的伴 所以我们两个人呢 相依为命 对 在这边 我也不想 呃 就是 我 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有些人就是 呃 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活到这样子 或者说 为什么我选择这个 这个生活的方式啊 呃 然后呢 我就想到 我就觉得啦 呃 我们人能够活 呃 比较久哦 我们 长命 比较比较 比较 Lifespan啊 我们的Lifespan啊 我们能够活到 七十八十岁啊 呃 呃 狗呢 只能够活到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最长了 有的八年 就可以了 对 所以 我 养了他 然后我孩子在 里面 在那个apartment里面 我就 每天就在想 我每天就留他在家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 时间陪他 我就觉得 我好像去不去 哦 然后他又很惊慌 然后我 劝他他又很好 所以说 我每次丢他在家里面 然后我就去外面找工作 找钱 然后往往有时候 呃 晚上很夜 呃 有时候十点十一点 十二点然后有时候 我才煮晚餐给他吃 我才回到家 才做到这个 才做 才方便 所以我觉得 好像 我不是很好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owner 我觉得 我没有 做到我的好的责任 所以我就 下定决心 啊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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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他两个人生活 我怎么样可以 找到一个平衡点啊 所以 我觉得 我觉得Campo van就适合我 因为我也没有地方去 我也没有地方住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Campo van是最适合我了 所以我就没有想这样多了 我就太快了 搬上车去住 然后试试看怎么样 我就搬上车去住了 然后试试现在已经住了 现在应该是第三年了 进入一二三 到了今年的五月 93年了 所以我觉得 人家问我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 所以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 路士的 他的过程要告诉大家 非常的长 然后我今天就以一个比较 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聊一下 所以你能够明白我的做什么 因为有些人以为我 因为有些人讲 为什么你不去做工 为什么你不去早一分钟做 为什么你不去租一些屋子 很多东西还要问我 我就是说 因为我自己本人也不是年轻了 我已经有五十四岁了 明年我就五十五岁 所以我就及早被退休 所以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也是我个人的原因 就是说 如果我还是工作下去 我还是面对这些生活 就是还是那些 那个五年前在屋子里的那些生活 我还是会回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 没有意思了 我想多一点时间陪他 但是在屋子里面住 所以我觉得蛮可怜 所以我就带他出来了 当时我也是有一点 不是说很恐怖 然后给他坐在车 然后我也坐在车 一切都在车 一切都在车 我不是很肯定 但是 热肠 慢慢日子过去了 我就觉得好像 还好 我也是看着他 有没有大碍啊 有没有危险啊 我怕他会生病啊 种种啦 很多东西我都想啦 但是呢 我就 大胆去试一下 然后我也是要照顾他 现在呢 我就觉得第三年我们还好 因为哦 我到了一个某个地方 我不会把它丢在车里面 我就说 我到了一个地方 我就把它放下来 让它 如果可以走走的话 不要走走 所以 变成每次他会有新的地方去 对不起啊 因为外面呢 我们忽然接下大雨 所以我讲话也是蛮 要大声 所以你看 再下着雨 外面下着雨